大家好,我是何舒适,这里是舒适说电影 本期我们分享一部关于未来地球移民的科幻短片,梦幻新地球 2069年,地球环境加速恶化,人口增长速度成倍上升,地球压力丝毫得不到缓解 就在这时,人们在茫茫太空中发现了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行星,新地球 通过改造建设,此时的新地球已经开始接受移民申请 这是一个全新的机遇,也是亿万地球人的梦想 可星际移民费用高昂,不是所有人都负担得起 所以乘坐货运飞船偷渡,成了穷人唯一的选择 为了遏制偷渡行为,政府建立行星移民内务部,专门处理这个问题 瑞斯就是其中一名执法者 正常情况下,执法队对付偷渡客都是毫不留情地开枪 用武力镇压他们,所以平民都特别憎恨这群冷血轻兽 这一天,瑞斯下班回家,躺在沙发上休息 迷糊间,瑞斯做了一个噩梦,看到自己残杀了一群偷渡客 这时候门铃也响起,瑞斯开门一看,是一个性感的金发女生 她是瑞斯在网上订购的映照女郎服务 女郎一进门,二话不说就直入正题 可瑞斯却看到女郎耳后有一个漏斗纹身 那一瞬间,她呆住了,并惊慌失措地推开女郎 女郎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瑞斯没有给出解释,她现在只想跟女郎聊天 女郎也乐意,只要能赚钱坐着躺着都行 瑞斯问了女郎的名字,女郎没说 但她提到自己想移民到新地球的梦想 原来,女郎之所以做这一行,是因为映照公司答应过他们 只要为公司服务满五年,女郎们就能免费偷渡到新地球 瑞斯一听就觉得不靠谱,女郎却不以为然 就在上厕所的时候,女郎看到瑞斯的制服 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坠火女郎想着逃跑 可瑞斯保证,今晚两人所说的话,绝不外传 这些年,瑞斯在外面也安置了不少线人 所以她知道这些公司的骗人套路 到最后,等待这群女郎的一定不是飞船 而是死路一条 毕竟做五年就能换一次偷渡机会 这对公司来说是没有任何利益可言 所以瑞斯口口婆心地劝说女郎 别再回到公司,替这群人渣卖肉数钱 但无论瑞斯说什么,女郎都不信 相比起公司的人,毕竟在女郎心中 执法者才是一群真正草菅人命的禽兽 时间一黄来到半个月后 在执法队干了15年的瑞斯 忽然决定退休 根据规定,退休后的瑞斯可以享受国家福利 免费移民到新地球 这会儿,距离飞船起飞还有两个星期 到时,瑞斯凭本人的视网红魔 就可以登上飞船离开 可就是这时候,门铃再次响起 瑞斯开门一看,竟是受伤严重的印照女郎 女郎告诉瑞斯,自己真名叫艾伦 艾伦已经确定 之前瑞斯对他所说的话,全都是真实的 当他们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时候 公司就会杀人灭口 与此同时,前来杀艾伦的杀手也找上了门 瑞斯把艾伦藏好后,就只身一人出去 解决了三名杀手 可在打斗过程中,瑞斯还是寡不敌众,受了伤 千军一发之际,艾伦出手 帮着瑞斯解决了最后一名杀手 接着,他也失血过多,昏了过去 转眼一年过去 易松满载新移民的飞船,正缓缓地靠近新地球 船舱里,所有人的休眠状态都被解除 可属于瑞斯的休眠舱,出来的却是艾伦 醒来的艾伦也是一脸茫然 他不知道瑞斯为什么要这样做 原来15年前,瑞斯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就遇到了正准备偷渡的小艾伦和他父母 那场枪战中,只有小艾伦活了下来 瑞斯不忍心杀掉小艾伦,就偷偷地将他放走 命运就是这样弄人 15年后,瑞斯竟再次遇到了艾伦 这回的瑞斯已经厌倦了杀戮生活 他经常被恶梦折磨 所以当他知道艾伦的身份后 就想帮他脱离户海 也当是为自己这些年所犯的错赎罪 最后他也知道自己身负重伤 命不久矣,就把自己的眼球换给了艾伦 让他可以顺利地登上飞船 移居新地球,实现自己的梦想 此时,得到新生的艾伦看着窗外的阳光 他也清楚,这一切都是用瑞斯的命换来的 好了,本期电影就到这里 喜欢舒适的记得关注评论弹幕走一波 我们下期再见,bye